各位观众,大家好,由今集开始,Nam会和大家分享姜宗萍的演艺人生 姜宗萍的别名叫姜宝林,生于1922年9月6日,1999年12月28日,小小 姜宗萍是一个香港的甘草演员,他除了演戏之外,还是监制和策划的 另外他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配音员 他在五六十年代在粤语长片中有很多演出 他最著名就是做反派角色,也是难得以反派演出来走红的演员 当然,间不中他都会做一些正派的角色,不是全部做反派的 比如说《鲜花残类》里面的杜重宁,这套是1958年的作品 另外有一套和谢宗萍合拍的表错情 他和谢宗萍分别饰演大角和小角 这两套里面,姜宗萍都是做中的角色 姜宗萍的国籍就是美国,直观就是广东的保安人 他在香港出生的,直观就是广东的深圳南山区 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经当过兵 当兵的时候,他在军队里面做一些文鱼的工作 即是做文鱼兵,为军队提供一些文鱼的娱乐 他就不是负责上战场打仗那只 即是不是握枪的 那姜宗萍在什么时候加入影圈呢? 他是在1947年正式加入电影圈 加入电影圈之后,他曾经上演过 即是参演过过百部的电影 大部分都已经配过了 而且90%以上都是演奸角的 相当出色演奸角 及至到粤语片色微之后 在1967年,无线电视开台播映 电视开台以重金礼招揽了姜宗萍 一些六十年代的粤语片明星 就去电视台担任配音工作 当时无线电视除了招揽了姜宗萍之外 还有其他粤语片明星都一起招揽 包括有蓝天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朱刚,小李飞也是朱刚 另外张英才,财叔 还有梅恩 这几个当时都是在TVB里面 做配音的主力 而且后来还负责训练配音员 在1970年代 姜宗萍就减少了电影工作 因为粤语片色微都没什么片拍了 他就开始转为幕后工作了 而且也从事电影的监制和策划的工作 说到姜宗萍本人 他1984年就看医生不舒服 经过医生的诊断 就发现他患上喉癌 即喉咙上生癌症 但是发现了喉癌之后 在这段期间,即医治期间 他仍然有参加电影的工作 在这段期间他就参加了 《倾城之戀》和《歌舞升平》的工作 参加了这两部片之后 就再没有接触幕前的工作了 在1989年,他就要去做手术了 做完这个腥带的手术之后 就移民去美国的芝加哥休养 在退休了 在退休期间,他也曾经参演过 《奸人本色》《亡命天涯》和《少女心》 这些电影 也曾经参加了这些电影 及后,癌细胞就复发了 扩散了 扩散了 于是唯有回来香港 定居,再进医院看医生 在香港一直医治 也偶尽客串演出一些电影 他最后一次演出的电影 就是一套福音电影 这套福音电影 是1999年拍摄的 叫做《天使之城》 在1999年12月28日 姜宗平因病的原因 导致他的臣衰竭 臣衰竭引发到病发症 就是心脏病发 送到马加烈医院 但最终是医治无效 与世长此 当时姜宗平享年77岁 姜宗平的人生 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姜宗平这几十年来 他监制过什么电影 参演过什么电影 首先 姜宗平曾经和几套电影 做过监制 分别是1972年 叫做《拳门》 1977年 雍正命丧少林门 1978年 《蛇猪》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蛇女玉潮》 另外也是1978年 《蓝天震威》 接下来也是1978年 这部片叫做《红禧观》 《方世玉》 《绿亚彩》 然后是1979年 《烈日狂风野火》 然后是1980年 《绿色山庄》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拓 1983年的《少林斗喇玛》 以上这几套 就是姜宗平负责做监制的电影 至于姜宗平参与演出的电影 就相当多了 百多二百部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演出的电影 首先就是1947年 1947年 他有两套电影的演出 首先就是《明日有天涯》 接下来就是《豪门春色》 接下来就是1948年 1948年就有五部电影 分别就是《江湖铁汉》 《长断跳楼人》 《仙童玉女》 《十二美人流》 和《十乱乱坦朗》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姜宗平的演艺人生 分享这里 又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 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 请多多支持 多多订阅我们的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姜宗平的演艺人生 拜拜